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静,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视频,您可以关注加订阅 这里每天分享养生知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今天分享的是,艾草加上她,女人的通病一扫耳光 让你看起来年轻十岁 王女士今年不过35岁,经常脸色暗黄,怕冷,经常性的小肤痛,手脚冰凉 一言四季,手脚都是冰冰凉凉的 尤其是到了夏天,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 最近朋友介绍了一个方法给她 没想到她经过一段时间调理,有了明显的改善 其实这种方法特别的简单 用到的食材都是家用食材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把艾草 艾草其实在古代就有很大作用 古代的妃子通常都会在荷包、枕头等贴身小件中添加这种物质 不仅可以镇定安神,还有很好的驱蚊效果 它也是中医最爱的药品 但是现在却很少被人提及 那么艾草有什么作用呢? 1. 散寒止痛 艾叶为菊科类植物 艾叶具有散寒止痛的效果 临床常用于治疗小腹冷痛、手足不温 公寒痛经、牙龈出血、月经量多、淋漓不尽 2. 温精止血 艾叶含有温精止血的功效 能够治疗虚寒性出血 另外,如果人出现了皮肤搔痒 可以用艾叶泡脚或者是熏酒 可以起到消肿、输筋活络、缓解关节炎症等作用 如果有湿疮、戒痒等皮肤病 也可以用艾叶煎水冲洗 可以起到缓解搔痒的效果 3. 消炎杀菌 艾叶具有消炎杀菌、增强免疫力等功效 可以去除手险和脚险 当出现了手险、脚险等症状 可以通过艾草泡脚来消除 4. 改善免疫力 艾叶富含挥发油、黄酮类和多种生物活性成分 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和免疫调节作用 可以提升机体抵抗力、增强免疫能力 5. 除湿、去湿 艾叶具有去湿、除湿的作用 可以缓解湿气引起的不适 常被用于湿疹、湿气重、湿热等情况 艾叶简单易得 药用价值特别高 特别适合女性来使用 很多女性在端午前后会使用艾叶 用它来泡水或者是用艾叶煮鸡蛋 这种方式都是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的 接着再来准备几颗龙眼 龙眼晒干之后又被称为桂圆 是一种滋补食品 桂圆的药用价值也是特别高的 特别适合女性朋友 具体功效有补血液气 龙眼胃干性温、鬼心、皮筋 龙眼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和铁元素 并且抑郁被人体消化吸收 而铁元素能够促进合成人体内的血红蛋白 能够缓解缺铁性贫血的症状 改善面色发黄 二、养心抑制 龙眼含有丰富的甲铁等元素 有益于心脏 食用龙眼含有养心抑制的效果 龙眼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可以起到滋补身体的作用 三、美容养颜 龙眼中含有一种类似于胶原蛋白的天然物质 人体摄入之后 能够被皮肤吸收利用 这种物质被皮肤细胞吸收利用之后 能够增加皮肤弹性 起到养颜、美容的效果 在日常生活中 女性朋友可以多使用一些龙眼 帮助我们来滋养肌肤、补气血 需要注意的是 龙眼属于热性食材 如果经常食用 很容易引起上火 尤其是热性体质人群 如果是食用过多 很可能会加重体内内热的情况 像这类人群 就要少食用 或者是不食用 接着再来准备几颗红枣 红枣作为生活中 较为常见的一种滋补品 有着良好的药效 具体作用有 一、健脾异胃 脾胃虚弱、腹泻、倦怠无力的人 每日吃上红枣七颗 或与党身、白竹共用 能补中义气、健脾胃 达到增加食欲、止泻的效果 二、补气养血 红枣作为补养佳品 食料药膳中 常加入红枣、补养身体 滋润气血 平时多吃红枣、黄芪、枸杞 能提升身体元气 增强免疫力 三、养血安神 女性躁愈不安、哭泣不宁 用红枣和甘草 一起同用 可以起到养血安神 疏肝解育的效果 四、美容养颜 血须首先体现在脸色上 脸色苍白 水唇带有灰色 都是血须的症状 如果气血充足 脸色则会变得红润 有光泽 皮肤也会较为细嫩 皱纹也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第五、增强人体免疫力 大枣含有大量的糖类物质 主要为葡萄糖 也含有果糖、蔗糖 以及葡萄糖和果糖俗成的低聚糖 并且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 胡萝卜素、尼克酸等 具有较强的补养作用 可以提高人体免疫能力 增强抗病能力 我们把以上这些食材 放进砂锅里 然后炖煮半个小时 炖煮好之后 我们去扎 浮汤即可 如果女性朋友经常脸色暗黄 怕冷 经常性的小腹痛 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冰凉的 这种情况是血气亏虚的表现 经常服用这个汤 可以帮助我们调理气血 喝上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自己的气血 越来越充足了 脸色也越来越好看了 爱业虽好 但是不是人人都适合的 那么哪些人不适合食用爱业呢 一、月经、怀孕期间的患者 爱业具有活血化育的作用 月经期间食用 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 经血淋漓不进 甚至可能出现血崩的现象 若怀孕期间食用爱业 可能会导致出现阴道流血 腹痛等现象 严重时还会引起流产 二、对爱业过敏者 若对爱业过敏 食用爱业后 可能会导致出现皮肤搔痒、红肿 三、老人以及儿童 老年人肾脏及肝脏功能会有所下降 食用爱业可能会导致中毒 家众不适 儿童脏气比较弱 食用爱业也可能会导致腹泻腹痛 影响营养吸收 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 这类人群呢 就不要食用爱业了 并且在食用爱业期间 要避免与茶叶同时服用 因为茶叶中含有柔酸 会与爱业发生反应 引起不适 很多人都会使用爱业炮脚 其实爱业炮脚可以去除身体湿气和寒气 对身体有好处 但是很多人会进入两个误区 误区一 每个人都适合用爱业炮脚吗 那当然是不是的 像严重出血的朋友 如脑出血或者是其他脏气出血 这种人在进行泡脚时 可能会出现局部组织出血 误区二 每天都可以用爱业炮脚吗 当然也是不可以的 有句话说得好 是要三分毒 爱业也是一种中药材 长期用来泡脚 可能会对身体产生不好影响 一周泡两三次是最好的 另外在夏天 天气比较湿热 并且人们喜欢吃冷饮 很有可能失毒入侵 造成湿气重 排不出去 这时候不妨用爱业加上薏米 来熬汤喝 爱业补阳气 薏米去湿排毒 两者在一起 可以很好地清除体内陈年寒气 陈年的湿气 以及身体多余的垃圾 另外身体有酸痛 肿胀的人群 或者是咳痰 咳不尽的人群 也可以尝喝这种粥 对身体有很好的调理效果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点赞 关注收藏和转发 我们下期见